双眼皮的妹子 双眼皮的眼形是成平行的形状 双眼皮跟上眼前 简缘是基本平行 各种类型的眼妆都可以耗误 可以说 平行双眼皮可以嫁于任何妆容 范冰冰她眼睛不极美 可塑性也是非常强的 这绝对归功于她的平行双眼皮 素颜 淡妆 浓妆不管什么样的妆容都能适合 并且令眼睛呈现不同的感觉 范冰冰和佟丽娅的眼睛都偏长 再加上平行霜的消逝 刚好可以平衡整张脸的视觉效果 毕竟瓜子脸看时间长 这会给人一种比较高傲的感觉 大气外露 扇形双眼皮代表人物 刘亦菲 刘诗诗适合脸型 而淡脸特点 脸角较窄 到外脸角逐渐变欢 上扬的眼形 出现这样的双眼皮 画眼线以及眼妆比较麻烦 更适合淡妆 娱乐圈里的淡脸搭配 开扇形 双眼皮的典型代表 当属刘亦菲和刘诗诗这两位刘家的 大美女了 扇形双眼皮秀气又不识五美 再搭上鹅蛋脸 会让脸睛看起来柔情似水 甜美而出世 刘亦菲的仙气少不了鹅蛋脸 与扇形双眼皮的家 你是天上派下来的小仙女吗 师爷爷给人的感觉也是很温柔 优雅的 再配上那甜甜的笑容 再加上跟四爷结婚时那梨花带雨 韩晴默默的眼神 新月双眼皮代表人物 赵丽颖 讲情形式和脸型 圆脸 长脸特点 重剪线在内 外字外眼角聚眼圆角肌 剪中部稍宽新月 行双眼皮 就是半月弧形状的 一般圆眼睛的姑娘 都是这一类的双眼皮 而且新月行双眼皮 擅装偏甜美和可爱的类型 新月行双眼皮两边比较窄 中间比较宽 所以眼睛看起来会比较圆 配上圆圆的脸上 看起来可爱度提高 一倍有目有 因为这种双眼皮 有很好的修饰眼形的作用 让眼睛看起来更饱满 讲情形也非单纯的圆脸 有一点偏额蛋脸 所以新月行搭配 在她的脸上 还有一种温柔的感觉 而且 现代和古装完全能 开欧助欧赤双眼皮代表人物 圆圆 颜艺宽 适合脸型 颜骨高 脸型偏方偏瘦特点 平行和开扇形的结合 欧洲人天生的脸部骨骼 导致他们有深邃的眼窝 和非常宽的双眼皮 不是双眼皮能令眼睛变立体 所以上镜会非常好看 但劣势在于 在年纪衰老后 眼窝也会下垂的厉害 都是平行霜 看起来会有一种深邃感 圆圆就完美的诠释了这个特点 圆圆也符合颜骨高 脸型偏方 并且很瘦的要求 五官相对也比较立体 这也就是有的人 觉得圆圆很美和 有的人觉得圆圆很吵的原因 而言一欢就是典型的欧美平行霜 而且也是非常适合的代表 脸型偏方 而且比较瘦冷脚 比较分明 颧骨也比较高 四种双眼皮 期望你找到适合自己 送给爱美的你 美美大